嗨 大家好 昨天评论区里有朋友说想让我给大家再多介绍一下我是如何选择这辆定制的考斯特房车的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再多讲一下当初我是如何选择它的 那时候我准备从家里搬出来 长时间的在车上居住 而车上基本上也只会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并不需要大白房车那样能睡四个人的双床设计 这样我就把大白房车排除在选择之外了 第二点呢 就是我很少烧饭 因为我吃素 一般也就煮个面条和蔬菜 我并不需要一个明火灶台 那么有明火灶台的存在会很占用我的内部空间 所以有任何明火灶台的房车也在我的选择之外了 第三点就是流水线上生产的房车一般都会标配电视机 微波炉 烤箱 户外摘央棚这些 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不会去用的东西 我想有更多的内部储物空间来放我的户外装备 而车厂又不会因为我重新设计车辆的布局 所以我需要一个可以定制的房车来满足我的这些需求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打算长时间的住在车里 所以内部空间需要看上去像一个家一样 很温馨 很有安全感 全木质装修和温暖的颜色 然后每次回来都觉得像进了一个山里的小木屋 可以打开暖气 靠在沙发上喝着一杯热奶茶 然后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这辆车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放在留言区里面向我提问 明天见